老师精心设计的舞蹈动作 配合节奏分明的音乐旋律 让婆婆妈妈们 能够以轻松快乐的方式来动一动 老师也会不厌其烦的导正动作 并反复练习 让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 也能够从中得到成就感 因为我们这边的妈妈 在假日礼拜六礼拜日都是休闲 有时候如果没有出去的话 坐着很像身体的律动不是很好 就是要这些长辈休息两天以后来这边 动动手指 因为手指钞对我们身体健康血液循环很好 然后律动可以增加他们身体的律动 还有把身心放轻松 达到他们今天一早起来就精神很愉快 然后大家精神状况都非常的棒 就是一个礼拜一天的开始 因为他们已经运动了大概 排这个课程大概有六年了 本来从不太喜欢运动 喜欢跳慢的 那现在慢的对他们来讲 好像不够 我就要跳快一点的 因为他们想要快一点 律动就是一早起来就这么快乐 叫慢的反而他们觉得 也没什么意思啦 快的好像比较达到运动效果 为了要让长辈活动辛苦 教老社区规划律动课程 从一开始不太喜欢运动 到现在越跳越有兴趣 社区也积极安排参与表演 让他们有一个学习的目标 带给他们不同的体验 以及成就感 我们上这个课 这些老师就是 我们都一周五个节目 第一课星期一就是跳舞 第二就是劳作 第三星期三就打鼓 星期四还有一个老师 来教我们活动 星期五就唱歌 会唱的人就唱这样 来这里很开心 而理事长对我们都很照顾很好 那我们就是厨房的时候 我们就是去挑菜挑法才来 他们没有挑的人 就是在这里先运动 大家都说我来这里才那么健康 所以我是在家里嘛 我一个人 他就说你来这里才 也不会变忘记东忘记西 更不记得说 那个头脑更不退化 所以这里有好处 让长辈们跟着音乐的节奏跳舞 不仅能够增进身体健康 还能够让他们享受音乐 带来的愉悦感受 也能够达到预防及延缓实质 那律动对于长辈我想 除了他们的肢体动作 能够配合老师的指导之外 那对他们对于 就是听曲音乐的 节奏上面的感受 也是相当的有帮助 那对于导人家来说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希望说透过律动 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将来呢 在各个活动的安排上面 那也可以安排他们 上台做表演 让他们在这个 距离的学习上面 有一个表演的 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 那这样的 能够满足 那个长辈们 在这种社会参与的 这个活动上面 能够有更进一层的帮助 社区表示 要活就要动 藉由律动课程的规划 希望提供社交 与其他人互动的机会 不仅增加了生活情趣 良心情愉悦 带动他们 养成规律 运动的好习惯 记者陈英智 曹童正采访报道